隨著國際郵輪的禁令解除 這全臺各大港口都陸續迎來大批的觀光客 今天上午郵輪七海水手號 原本預計要停泊在花蓮港 不過卻因為陣風過強 臨時取消 畫面上可以看到這沿海的植物 也被風吹得左搖右擺 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當地風力高達七級 所以基於安全考量 這七海水手號決定取消進港 突如其來的插曲讓在場準備載運遊客的遊覽車 還有通關中心的一品店都相當錯愕 而接下來七海水手號將繼續往北航行 前往基隆港停靠 不過會不會在基隆多停靠一天呢 就要看基隆港跟郵輪本身的狀況 結束了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